會做到重乳酪 他們都會希望說味道比較酸比較重 那有的人會再另外再加一些酸的物質進去 那我們今天用這一款可以用卡夫下去做 卡夫讓它軟化 我打一點微波之後讓它軟化 它跟日本乳酪不一樣 因為日本乳酪它是比較偏輕盈的 它跟那種卡夫是完全不一樣 你看還有Kiri、Boko 這些味道全部雖然都是乳酪 但味道其實真的有差 我用這一台示範給你們看 因為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調理機 所以我們用這一台 我一樣乳酪進去 糖下去 那這些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是把它拌勻 就這樣 不要拌到打發 我們裡面添加檸檬汁跟玉米粉 那檸檬汁要增加它的酸味 玉米粉就要讓它更凝固 這邊要加糖一點hl 這邊不太建議啦 因為不好操作 那一樣乳酪我們這樣下去之後 蛋就這樣慢慢把它加進去 一樣 慢慢加 吃完再加進去 好 之後我們刮一下鋼 上面都刮一刮 那玉米粉倒下去 玉米粉倒下去一樣 速度不能太快 但粉會飛得到處都是 然後接最後我們檸檬汁 檸檬汁下去的時候 檸檬汁不能太早 現在下去的時候它會收 最後一道關卡來了 鮮奶油 鮮奶油有個重點 它很容易打發 所以你倒下去 拌一下就結塑膠起來 所以在倒之前這邊必須要很確定說這邊 蛋黃有沒有沒拌到的 然後把它刮一刮 然後邊邊有沒有沒拌到的 這樣就好了 均勻就可以了 沒有粉 你不用刻意去攪打它 完全不用 拌勻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我鮮奶油全下 我們今天這個鮮奶油有點奇怪 那個廠商送來鮮奶油有點 應該搖晃到 所以今天鮮奶油有點稠狀 那正常鮮奶油的話應該是液態的 它今天應該也有搖晃到 那你們如果拿到這個的話 稍微看一下 然後看有沒有壞掉 我們都會問廠商為什麼會在籌手 他說可能是搬運過程中 有去搖晃到 但是沒有壞掉 好那我們今天拌好了 你看我現在鮮奶油下去 只要10秒鐘吧 15秒鐘結束了 然後打開 拿出來 這時候你看到還沒有很均勻喔 因為主要是這個東西它沒有要打發的意思 所以鮮奶油這塊不能蓬發 蓬發就完蛋了 大概烤的時候會炸掉 會炸裂 你看像現在還有一些 你看沒有拌勻的部分 那這拌勻的鮮奶油還在這邊 那這沒關係 都拿出來手這樣 回一回這樣就好了 那你現在有看到有點顆粒有沒有 這個是這個機器跟調理機的差別 調理機不會有這個顆粒 這個東西會有 但是我沒有在care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烤下去吃下去 你感受不出來 所以只要沒有說超大力 這一種都可以省略 那不會特別去過篩 因為過篩你要花時間去弄這個 那我們只要把它拌勻 拿這種就好了 不要拿那個打蛋器 打蛋器會把它打發掉 這樣就好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剛才把 重乳酪上面給做完 那我們現在剩下面餅乾 奶油我們添下去 最好把它攪一攪 把它捏一捏 我們只要捏起來 我們這樣用手 拌好之後這樣捏起來 它有成團 這樣子就ok了 為什麼一定要有捏起來 因為沒有能捏起來的話 它會鬆散掉 鬆散掉我們烤的話 都沒問題 可是我們再粗的話 可能會散掉 鋪在底部 20克左右 我是用兩湯匙 材料好像都有賣這個東西 這個直徑是5公分 它這裡差不多是5公分以內 差一點點 那主要支就是讓你壓東西用的 好接下來我們把這個東西灌上去 那當然我下面的餅乾我們可以用你想要的 如果你自己家裡有在賣餅乾的 或是賣一些巧克力啊 家裡有多餘的巧克力餅乾什麼的 那種都可以拿來打碎 不一定要做這個口味的 你可以做其他口味的 來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